這個滑鼠移過去之後會變顏色 那怎麼變顏色 實際上這裡題目沒有交代很清楚 那變顏色很簡單 用很多種方式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用PhotoImpact這個軟體 PhotoImpact這個軟體的話 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把它換個顏色就好了 那換什麼顏色 至於換什麼顏色 這個題目裡面沒有交代 只有說呢 就是 當滑鼠移過去時 需呈現 同樣的圖片 不同顏色的動態效果 所以呢這裡呢我們就直接 把這個 那幾張圖把它開起來 0303到0306這幾張圖 那我們就開啟的時候呢 選擇那個C底下的Web03的 這個Images 把0303到0306 這幾張圖同時開起來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要換顏色 當然方法很多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 在 這個 這個地方 換 換顏色的話 其實 我們可以用 一些特效就可以把它 把它做出來 這裡面的話呢 包括很多種這種 特效 那我們這裡的話 我看我們就選擇一個 不一樣的顏色 乾脆把它做一個所謂的 這個 反向好了 顏色就變了嘛 反向 這樣就好了 反向就是 等於是有點像底片的效果 這樣也是一種 一種 一種一種方式 或者是取代顏色啦 色彩調整都可以 那我們用反向好了 那這個地方就把這張圖呢 把它存 因為它是屬於第一張嘛 03 05 就是第一張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 不要用儲存 用另存心檔 那存的地方呢 我們這地方 就叫01好了 這樣比較好認 叫01 那這一張就 再來就03 06 這一張是02 我們也是用調整 把它用反向好了 把它另存心檔 然後改成02 剛好就第二個 表格裡面的第二個圖 那再來就03 04 調整反向 然後另存心檔03 好了齁 再來的話呢 就是這一張 調整反向 然後另存心檔04 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 photoimpact的部分 當滑鼠移過去 所以你必須用一個所謂的 檢視裡面的工具列 工具列裡面有一個叫 動態的這個效果 HTML DHTML 那當滑鼠移過的話 選擇事件有沒有 當滑鼠移過 選擇什麼 交換圖片有沒有 那圖片的話呢 就選擇圖片 也就是說移過去之後的話 選另外一張 Web0 等於是第一個嘛 01 再來的話 這一個 當滑鼠移過 一樣的方式 選擇一種效果 交換圖片02 這樣的方式 這一張 選擇 當滑鼠移過 選擇 03 那一樣的方式 這個最後一張 一樣 交換圖片 選擇04 按開啟